同学们好,我们开始上课了 我们本节课讲的是第一季摩考大赛深圳事件排序的题目 那我是本节课的主讲老师,我叫张强 那在讲课之前呢,我先问一下大家 大家是怎么做事件排序题的呢? 需要我们把每一句话都读完,然后进行排序吗? 这个显然是不是的 因为啊,如果我们要这么做的话,是比较浪费时间的 而且万一我们排完序之后,我们发现和每一个选项都不一样 那这个是不是就有点尴尬了呀 那我们这个所以呢,我就带着大家先梳理一下 我们做事件排序题的一个解题思路 帮助大家呢,在事件排序上节约时间快速解题 那我们这个做事件排序题的解题思路呢 通常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通过选项入手 第二种是通过提干入手 那什么时候通过选项入手 什么时候通过提干入手呢 我给同学们通过这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如果说呀,我们发现选项当中 它的首居只有两种情况 你看对于本体来说,它只有二和四两种情况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通过选项去入手 然后结合提干去解题 如果说呀,它的选项当中给出来的是三种 及其三种以上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提干去入手 因为选项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我们确定手据呢,也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提干入手 结合选项去做题 那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 我给同学们具体来说一下 首先来说第一种,通过选项入手 结合提干去解题 选项一般会呈现这种情况 那我们怎么去解题呢 我们可以通过首居,对不对 看一下一和二,谁更适合做首居 比如说我们对比一二来说 一更适合做首居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B和D这两个选项排掉 对不对 那剩下的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看完首居之后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看一下委居啊 我们这个时候对比AEC来说 那委居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三和四这两句话 哪一个更适合做委居 是不是就直接能够选出答案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首委居原则 当然呢,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往往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首居 把两个选项排掉之后 我们对比AEC 发现委居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哎,它委居一样 我们这个时候啊 我们要通过中间项来找差异了 什么叫中间项找差异呢 你看啊 我们A和C首居委居都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通过中间这几项 来找到它们的差异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5和3 对不对 A选项是5在3前面 C选项是3在5前面 我们就可以去提案当中看一下 3和5的一个顺序 如果是5在3前就选A 3在5前就选C 当然了,我们除了看3和5以外 还可以看谁啊 同学们 哎,我们还可以看2和3 对不对 2和3它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看哪一个都可以 哪一个好看就看哪一个 这是我们通过选项入手 当然,我们排除完选项之后 同学们要记得验证一下 这个验证还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第一种情况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 通过提干入手结合选项 那我们如何通过提干入手去做题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事件排序的文段 它都是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顺序 去排序的 所以呀 那什么样的 这样的句子更适合做手句呢 你像我们说提出的问题 对不对 像出现的原因 故事的背景 像往往这些句子 它就更适合做手句 那什么样的句子更适合做委屈呢 像解决问题 对不对 像出现事件的一个结果 出现这类词的时候 这类句子的话 我们说它往往更适合做委屈 那当然如果说出现了因此 所以堪赖于事 这些词是不是表示总结 对不对 那如果这些词出现的时候 它往往更适合做委屈 这是我们通过手委屈来确定这道题目 当然呢 有个人说都是 那如果说这有题的手句委屈 它不是特别明显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解题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用话题一致 局部的话题 这种是一致性去解题 因为这二者谈论的话题是同一个话题 那往往啊 这两者是挨着的 并且通过这两者 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先后顺序 也就是说 事件一和事件案 事件二 他们是紧密衔接的 通过这两者 我们就可以确定谁在前谁在后 这也是通过我们帮助我们解题的一种 另外的一个技巧 这就是通过题干去入手 再来说一遍啊 题干入手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找手句 对不对 如果手句好找就找手句 如果委屈好找就找委屈 当然我们可以结合像因此 所以看来于是 这些总结性的词汇去解题 对不对 当然如果说啊 委屈和手句都不好找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找话题一致 局部的话题是一致的 某两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排序的 排序的 这个话语之间 他俩是有紧密连接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两者之间 来确定一下顺序 当然呢 我们选出答案之后 同学们也要记得 验证一下 啊 这就是我们整个事件排序的一个理论部分 那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具体的题目来给同学们验证一下 我们这些理论是怎么运用的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26题 26题啊 我们发现了 他的选项是不是只有三和四这两种情况 所以我们说啊 这种题目更适合通过选项去入手 对不对啊 那选项啊 我们可以看手具 三和四 谁更适合做手具呢 我们来看 三说的是水分蒸发升空 对不对 四说的是什么啊 是阳光照射水面 哎 那同学们思考一下 三和四 谁更适合做手具呢 哎 是不是阳光先照射到水面 然后水面蒸发升空啊 也就是说四要在三的前面 那四更适合做手具 所以我们把B选项是不是就排掉了 那剩下的ACD都是四座手具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哎 我们发现他委居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啊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委居 对不对 委居一个是二 一个是五 二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水滴饱和降落 对不对 五说的是什么 是水气欲冷凝结 那同学们思考一下 二和五谁更适合做委居呢 同学们 哎 是不是水气欲冷凝结之后 形成的水滴啊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五在二的前面 对不对 同学们 那既然是五在二的前面 所以二更适合做委居 对不对 那二更适合做委居 所以我们把D选项 是不是就排掉了 对不对 那剩下的A和C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A和C我们观察一下 它的中间 因为手机和位置都一样了 我们可以观察他们的一个中间的不同点 我们会发现 是不是一和三的顺序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A是三在一前 C是一在三前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和三 哪个应该在前面呗 一说的是水滴 哎 凝聚成云 三说的是水分蒸发升空 那同学们思考一下 是一在前更好 还是三在前更好呢 哎 是不是应该三在前呢 是不是我水分先蒸发 得升到空中啊 然后才能变成云呢 所以三应该在一的前面 如果是三在一的前面 是不是我把C排掉了 所以我们选择的就是A选项 对不对啊 那当然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我们来看啊 一说的是四三五一二 第一句话是四 阳光照射水面 对不对 照射完水面之后 水分就蒸发升空了 升空之后呢 水气于冷凝结 对吧 凝结完之后啊 就形成水滴 哎 积居成云 最后呢 水滴饱和降落了 哎 这就是26题啊 是不是没有问题 所以选A是正确的 这是第26题 我们再来看27题 27题这首题啊 我们来观察一下选项 是不是还是五和一啊 也是手具只有两种情况 所以这种情况呢 我们更适合通过选项入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五和一 谁更适合做手具呢 一说的是保护现场 并报案 五说的是高速上发生车祸 哎 同学们考虑一下 是不是应该先发生车祸 我们再保护现场 并且报案呢 所以五和一 谁更适合做手具呢 明显是五吧 所以思愿一下就排掉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委居啊 委居是不是二和四啊 对吧 那我们就来看 二和四 谁更适合做委居呢 二说的是审批后获得理赔 四说的是现场勘查后定损 那同学们思考一下 我们是先定损呢 还是先理赔呀 同学们哎 很好 是不是应该是先定损 定损之后 我才进行理赔呀 对吧 我得知道你赔多少钱吗 所以我得先定损 也就是说 四应该在二前面 对不对 那四既然在二前面 说明二更适合做委居 对吧 那二更适合做委居 所以把A选项是不是就排掉了 对不对 那剩下的B和D 我们来观察一下 B和D呀 首居和委居已经相同了 对不对 而且五后边都跟着的是一 只有三和四的顺序是不一样的 那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要比较一下三和四 谁在前 谁在后 对不对 三说的是什么 是不是提交索赔材料 四说的是现场勘查后定损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定损 然后才能提交索赔的材料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让相互顺序 所以四应该在三的前面 对吧 那四在三的前面 所以这体选择的就是D选项 第四个 我们来验证一下 先是我高速上发生车祸了 然后呢 我们要保护现场进行报案 那报完案之后 是不是 现场进行勘查后 我们确定一下损失 然后呢 提交索赔材料 最后呢 我们获得理赔 这个顺序是没有问题的 选择D是正确的 这是27题 那我们继续看一下28题 28题这个题啊 相对来说要难一点了 因为我们观察一下选项 你看他的选项是不是有三种情况 那这个时候我们讲过 我们要通过啊 提杆入手会比较容易 那通过提杆怎么入手呢 我们发现这五句话 一个是内容更新 一个是测试改进 一个是页面设计 沟通反馈 明确主题 哎 我们发现啊 有没有哪一个是可以明显做手句 或者做委屈的呢 这个题不是特别好观察吧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找到有没有话题是一致的 我们发现一三五 这个啊 是不是相对来说 都是形容内容和文字层面的 所以他们三个联系是比较紧密的 那我们来看 那一三和五 哪一个更适合在前面呢 是不是我们要先明确主题啊 我们明确主题之后 才能进行设计 对不对 更新那也是明确主题之后的事吧 我们先知道一个 我们得先明确我们内容主题是什么 我们才能进行内容的更新 所以我们知道 五应该在一的前面 五也要在三的前面 我们会发现 每一个选项是不是都是五在一的前面了 对不对 这个排除不了 那么我们再看 五既然在三的前面 那这个时候能排除哪些呢 同学们 五在三的前面 是不是排除了四个D 四个D都是三在五的前面 是不是错了 那接下来还剩下A和B两个选项 我们来观察 A和B啊 那都是五在三前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找 他们之间的差异 因为委屈都是以 这个是确定的 我们可以看谁 可以考虑二和三对不对 当然同学们考虑二和四也没问题啊 也是可以的 那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二和三 那看一下能不能选出答案 二和三谁在前谁在后呢 我们来看二说的是测试改进 对不对 三说的是页面设计 我是不是得先设计 哎才能改进呢 对不对 所以说三应该在二的前面 对不对 三如果在二的前面 那A数就排掉了 我们选择的就是第二个选项 当然通过四和二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也可以啊 通过哪一个做都行 哪一个简单就看哪一个 那我们也验证一下B选项 看对不对 先是明确主题 对吧 明确主题之后呢 我们进行页面的设计 页面设计完呢 我们沟通反馈 然后呢进行改进 最后呢进行内容的更新 说没有问题 所以这要题呢 我们选择的就是第二个选项 哎这是第二十八题 我们再来看二十九题 二十九题啊 选项依然是一一三二 有三种情况 那对于这样的题目 我们怎么做了 同学们 我们是不是最好通过 提干进行入手啊 提干怎么入手呢 哎我们发现一一二三四五 哎如果说同学们能看出来哪一个 哎更适合做手据 那没有问题 如果说同学们看不出来 也没关系 你看一和五 都是一道票 这个话题了 那也就是说 这两者话题是一致的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和五 进行入手 对不对 五说的是民主投票 一说的是现场唱票 唱票的意思就是啊 我们投完票之后 看一下票行是什么样 公布一下票行 这叫唱票对不对 那一和五谁更在适合在前面呢 是不是五 先投票再唱票 所以五在一的前面 没有问题吧 那五在一的前面 可以排除哪几个选项呢 是不是排除A和B了 你看A和B都是一在五的前面 是不是错了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排掉了AB 还剩下的是C和D C和D都是五在以前 那接下来我们还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手剧是不是也不一样 伪剧是不是也不一样 那有个人说到说 我通过手剧来看 可不可以 可以 有个人说到说 我通过伪剧来看 可不可以 也可以 哪一个好看 我们就看哪一个 比如说先看手剧三和二 三说的是竞选演说 二说的是干部认命 同学们来看 三和二哪一个更适合做手剧呢 其实这五句话啊 是不是他体现的是竞选的一个流程啊 对不对 那竞选的流程是不我们得先竞选演说啊 对不对 然后最后我们把票行确定之后 谁票行得的多 再进行认命吧 所以三更适合住在二的前面 最主题我们选择的是啊 C选项 选C 当然有同学看24呢 也是一样的道理 是不是我们统计结果出来之后 我们再进行干部认命啊 所以二和四 二更适合做委屈吧 依然选到的是C选项 哎 这是二十九题 我们来验证一下 看一下C六对啊 先是三 哎 竞选演说 然后是五 民主投票 对吧 投完票之后呢 我们进行唱票 唱完票 我们统计结果 最后进行认命 没有问题 C是正确的 哎 这是二十九题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道题 三十题 三十题啊 相对于 哎 前面两道题来说 是不是要简单一些了 他首先 是不是 哎 手句出现了两种情况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通过什么入手啊 是不是通过选项入手 那我们来观察一下 一和三 哪一个更适合做手句呢 一说的是改编剧本 三说的是筛选剧本 那同学们思考一下 我们是先筛选 还是先改编 是不是我们要先选出这个剧本 选完之后 我们才能根据这个剧本进行改编吗 对不对 我们才能改编这个剧本吗 所以我们得先有这个剧本 我们才能干 那说明三一定是在一的前面 对不对 同学们 对吧 三如果在一的前面 我们是不是把AC排掉了 剩下的就是B和D两个选项 B和D正好委屈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委屈看一下 四和五 谁更适合做委屈呢 四说的是什么 开机仪式 五说的是选定演员 那同学们思考一下 我们是开机仪式在选定演员的前面 还是选定演员在开机仪式的前面 我们比如说运动会开幕式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得先选定演员呢 我们这个人得确定啊 然后我们进行仪式的时候才能更加顺利啊 如果你都不选人 你怎么进行仪式呢 所以我们应该是先选定演员 然后进行仪式 也就是说五在四的前面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四更适合做委屈 那我们来看B格D四是委屈的 选择的是第四个选项 对不对 我们也是来验证一下 看第四个选项通不通知啊 首先是三 筛选剧本 我们先选出一个剧本 然后呢 我们进行改编 改编完之后 我们审核备案 审核备案之后 我们选定演员 最后进行仪式 没有问题 所以第一选项是正确的 那这一题我们选择的就是第一选项 那以上呢 就是关于我们整个事件排序的一个讲解 事件排序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的解题思路很关键 一定要知道 我这个事件排序是怎么做出来的 如果选项当中呢 它的手句是两种情况 我们要通过选项入手进行解题 如果说选项当中 它出现了三种机器以上的情况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通过提干入手会更加简单 我们可以看一下哪一个句子适合做手句 哪一个句子适合做委屈 如果看不出来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找一下哪两个或哪几个句子之间的联系是最为紧密的 我们可以优先通过这种紧密联系的句子之间 进行排序选项 最终选出答案 以上呢 就是我们对事件排序的一个讲解 那谢谢大家 那同学们再见 拜拜 订阅明文字幕肯定 incompat 你们有关系列 像我们一样有关系列 我应该订阅 他们有关系列 我们有关系列 有一些仗队 说 是有关系列 我们的仗队 但是有关系列 我们是过 log 我们 ont系列 对 然后就买 我们在路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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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